今天没啥事干啊 还是做饭 然后收拾东西 游客才30号 昨天游客就很多 今天就连我下面的 沙石地停车场都快停满了 剩下的一两斤肉 把它给先炒了 这个炒了明天吃的 把明天的饭也给做了 明天估计不上没什么工作 把剩下的小米辣全部给放进去 切了这个两天的分量 基本上莴笋空心的一半 就半只 所以说又切了四个土豆 土豆因为之前洗了 我提前把土豆给洗了 结果土豆这几天变成绿色的了 皮肉都开始慢慢变绿了 所以我抓紧把它炒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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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油太多了 没事可以接着炒菜 我反正从来不会倒掉的 油多的话就接着再炒两天菜 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的 全部都围着我的炉子转悠 就是游客太多了就不方便了 生活 这个射牛都要被逼成射孔的感觉 吃完就要各种收拾 东西归类搞好 明天早上起来就也不用做饭 明天早上起来就直接装车就走 把剩余的羊油放进去了之后 这个真香啊 到青海以后 到青海以后可以再找地方买点羊味油 搞一点羊油吃 这个太尴尬了 帐篷吹得一味了 昨天洗这个酱油肉把沙子洗掉洗了我一个短小时了 昨天又洗得我好稳 然后洗得又睡得有点晚了 游客又变多了 不好了 前头收拾好了 但是我的帐篷袋子 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被风吹不见了 这这咋弄啊 这帐篷不能这样子放着呀 帐篷随时会崩开的 这咋强热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朵拉 今天是5月1号 对,我准备今天五一劳动节来个跨省啊 现在就在伯乐转景镇这边的 也就是当街山下的交友站这边 我现在要在这蹲了 蹲一辆能够帮我拖车的 一辆空车 感觉有难度啊 刚才下面警察站的两位警察大哥帮我把车子推上来了 推上底下这个大坡 然后上面的坡度稍微好一点了 然后他们说 上面担心晚上天气不好 现在已经下午两点多了嘛 他说你这可能还没推到上面去 手机上面没有信号 然后又不知道晚上会不会下雪 所以说叫我 因为没出太阳 阴沉着的 所以他们说本来叫我去里面 那里面扎音休息 我说我车车可以住 可以住 然后他就说停在这边也可以啊 在这边休息也可以 然后到时候再做打算 他们担心我的就是上面没有信号 然后我推那么大的 二三十公里的上坡会高反 推到上面三千六百多 开吧 担心我在上面高反出事 开心一起去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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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货车师傅专门停车 下来给我送了两瓶饮料 太好了谢谢 他这边下坡 下得快到检查站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现在虽然值6点20 但是我不确定后面有没有好扎营的地方 这难得有这么大一块空地 就是因为我今天开的路上特别多这个旁边空地 所以说我就想着还是自己爬过去吧爬过当金山吧 拖车就算了 这坡我还是能够搞定的 就是可能要三天四天五天都不一定 就说是需要的 究竟给你 真的要是非常强烈的地方 因为我还不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搞定了 搞定了 八点多 我又爬了两个小时 停在这儿 虽然说看起来已经有点点危险 但是没事 我两个箱子全部卡在底盘 卡得死死的 然后那个对面的话 这个火车隧道这边 有坡度 而且那边的话 估计明天太阳出来 有点挡太阳 太阳能板 必须得给它晒着